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香港浸会大学持续教育学院举办的网上入学资格 我们今天这一场的讲座是关于三个全理学部的学士学委课程 包括综合传播管理社会科学学士 媒体及社会科学学士 新媒体及影视创意写作文学士 学委课程 我今天的主持是来自国际学院的Konnie 我们今天都很开心请到三位讲者 和我们分享这三个课程的有关资料 包括Dr.Lennon-Jung Mr.Alex Tam 和Mr.P.Lennon-Jung Mr.P.Lennon-Jung 我就事不宜迟将这个时间交给他们 但是交之前我都有个小小的提醒 谢谢Konnie 好了 我现在就分享我的简报了 相信大家应该都看到了 首先欢迎大家参加今天这个资讯日 我是今天一个部份的讲者 我叫Dr.Lennon-Jung Mr. Lennon-Jung Leng 综合传播管理经驳 学士课程的课程主任 這個資訊日的內容其實都是介紹一下我們的課程 這個課程叫做綜合傳播管理學的學士課程 其實英文我們一般都叫做ICM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我們接下來都會用ICM去代替我們的課程名 因為課程的名字都很長 記住了 我們叫做ICM 除了我在這裏之外 我也特別請了一些舊生 跟大家打個招呼 我們看看我們的舊生 他們都是ICM Hello 我是香港空手道運動員劉志明 我都是讀ICM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Renny 我都是ICM的 我是Alice 我是ICM 我都是ICM的 大家可能都會認得了 第一位劉志明 就是香港空手道的運動員 剛剛在全運會拿了獎牌的 Renny和Earn9 Ernest 在網上一般人都叫做Earn9 這兩位都是挺著名的KOL 可能你們都認得這三位 我們ICM的網絡其實是很大的 我們畢業生在從事各項各業 雖然我們課程主力是會講公關、廣告和媒體的內容 但是我們並不是一個職業先修的課程 我們只是希望培養大家成為一個大學畢業生 然後有一個應付社會和應付生活的能力 可以從事各項各業 但是我們從這些裏面 最重要的整個課程 最講究的都是體驗 你讀ICM將會有很多很好的回憶 包括了我們會有很多同學的學校的生活 我們有學生會的組織 我們有不同的company visits 去不同的公司裡面去探訪 還有很多獎學金的頒發 我們也都有很多這個娛樂的運動、活動 這個其中剛剛出來的照片就是 我們ICM剛剛贏了其中一年的足球比賽 也都有一些study tour 最重要的我們有這麼多的記憶 我們在社交媒體上也都有很多hashtags 這些hashtags什麼都有的 比如好像這裡我們看到有叫做ICM couples 我們成就了多少一對對的夫婦 真的結婚的 Hello,我是Jason Hello,我是Windsard 我們都是一個ICM的 不是說大家可以進來找太太、先生 在這個ICM裡面我們和那個交流 是會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和種類的 我們也都有很多兄弟姊妹一家人 一位讀完第二位又會再進來讀的 我們這裡有兩對的姊妹 這個Phoebe這個細小的樣子 Phoebe是姐姐來的 她的妹妹就已經去了韓國生活的了 她叫做 我去讀ICM的 接著這兩位姊妹她整家都移民了去英國 Hello,我是Sarah 我去讀ICM的 她真的在講ICM的 她之前我都是在講ICM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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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應該是頭一位 我去英國 我都是在ICM的 現在 我們還有 Hello,我是Sarah Hello 其他很多去了外國的 剛才都提了很多 我們第一位ICM overseas的 就是在法國的地面 Hello,我是Mini 我都是在ICM的 剛才我們看了 又去了韓國的 Hello,我是Sarah 我都是在講ICM的 去了英國的 Hello,大家好 這個去了歐洲 我都是在ICM畢業的 Sorry,歐洲 Hello,我是Sarah 我都是ICM畢業的 這個在歐洲流浪的 Hello,我是Sarah Lila 她真的是在看ICM畢業 Lila就去了英國 我們也有ICM KOL 我剛才看過的 有Ernest 又Renee 我們還有一個很出名的Youtuber 叫Gigi 我是Ernest 我是ICM 我都是ICM畢業的 我相信你們很多都認識他們 其實不止他們的 還有很多KOL 不過我隨便介紹一下 我們也有參加過選美的 我們有這三位 不止他們的 Hello,我是Natalie 張可逸 我都是ICM畢業的 Hello,我是Kathy Luke 我都是讀ICM的 Hello,我是Kathy Luke 我都是讀ICM的 Hello,我是CM 中草海人 我都是ICM畢業的 我是體育節目的主持 他也是花式滑冰的國際裁判 Hello,我是Jerry 我都是ICM畢業的 如果喜歡看球 應該都見過Kerry Kerry的 他就是part time做很多兒童節目的 我們剛才看到這麼強的 舊生的網絡之餘 我們也都介紹一下我們學校 我們課程的一些活動 我們會去很多不同的公司去探訪 比如這裡有SPRG 就是全港最大的公關公司 也有CMRS 一個香港數一數二的電子媒體公司 我們都會去看一些製作的公司 這個是一個studio 叫MBS 是專門幫電影做配幕和錄音 我們做了很多工商業的合作計劃 我們跟Felmec 也是一家電子媒體公司 做了一個相當大的community project 就叫Eldage 這個Eldage 其實現在還在進行 我們也有去過一些酒店 一些著巢、廣告公司等等 跟他們去探訪的 我們也都請很多的名人 跟我們分享他們的經驗 比如我們請了一個Wiki Jobs 就跟我們做一個分享 我們也請了一個施永青 跟我們同學去做一個分享的 我們也都請過其他的名人 包括了馬榮成 大家可能沒有那麼熟悉 因為他是早期 現在沒有那麼多人認識 但是我們那個年代 是一個很出名的 也都在香港可以說是排行第一的漫畫的主筆 我們也都請過陳之雲、吳宇先生等等 很多很多的 我們study tour更加豐富 我們去過日本、韓國等等不同的國家 主要都是參觀當地的公關媒體公司和工作的 我們剛剛提過 我們有一個很強的Alum Line Network 在這裡我送給大家一些 我用了一、兩天的時間 就請我們的舊心幫我們拍了個text 大家可以看看我們一些舊心 看看有沒有你認識的同學 Hello 我是Riv唐先生 喜歡的我都是ICN個人的 我都是我ICN個人的 Technically 我支持我 Hello 我是Rivi 我也是讀ICM的 我是Pinto 我也是讀ICM畢業的 我是Jackson 我也是讀ICM畢業的 Hello 我是香港空手道運動員劉志明 我也是讀ICM的 Hello 我是Sella 他真的是讀ICM畢業的 我是ICM畢業的 我們有很多ICM畢業的同學 在不同的各行各業 我們不如言歸正傳去看一看 我們的課程的編排 我想提一提我們去年 特別將我們課程的定位有少少的改變 大家都知道我們ICM program 其實主要都是做 去覆蓋這個廣告、公關和視像學的課程 但是我們在去年開始 就特別加入了一個重點 就是關於AI和Digital Communications 我們在這方面 在課程的編排也都有所改變 大家進入這個智智學位課程 主要就是讀第三年和第四年 分別就會有四個學期 第一個學期 你會看到我們主要都是讀一些理論性的課程 然後第二個學期 都是一些廣告公關開始 又多一些有實際用途的課程 例如有Media Branding 或者是怎樣去買Media 怎樣去Creative Ad Copywriting 就是怎樣去寫廣告、標語等等 去到第四個學期 這個Core Courses 我們就特別加入了一個Digital Communication的program 那個Course title應該改了 就叫做Digital Solutions Production and Performances 這個主要就會學習究竟現在 究竟現在怎樣做一些電子媒體的推廣 包括了去製作和怎樣去量度它的成效 這些就是所謂Core Courses 我們都offer有很多的選修課程 選修課程裏面也都是以廣告公關市場學為重點 然後也都會有一個重點的媒體的課程 我們剛才也都要提到 就是我們是一個accredited的program 就是認可的program 就是我們所有的畢業生都會成為 International Advertising Association 國際廣告協會的成員 只要你合格完成課程 正式畢業 你就可以直接成為這個學會協會的成員 如果你們有興趣想加入公關行業 你在畢業之後也都可以申請加入 這個香港公關專業人員協會 所以在這兩方面 這些協會也都會幫助到大家 在那個事業上面 在工作上面有一些人會住 那全部我們在講的 雖然我們不是一個職業專心的課程 但是我們的課程涵蓋的地方 應該會幫到你去入行 包括了進去公關、廣告、電子媒體 以及一些活動管理的項目 其實我們各個行業都有的 無論如何 在一個這麼豐富的課程和體驗之後 我相信大家畢業的時候 都一定可以講 I can manage 我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多謝 請交給主持人Conny 謝謝Lennon 如果同學有其他問題 可以繼續在checkroom問的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將時間 暫時沒有的話 我們將時間交給媒體及社會傳播 社會科學的課程 請Alex 多謝 Thank you Conny Thank you very much Hello 大家好 我是Alex 我是媒體及社會傳播課程的課程主任 我是Alex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課程 如果想來CIE 去做Associate Degree 然後2加2的計劃 然後再升上去Degree 或者現在你是在讀這個 High Diploma課程 或者Associate Degree課程 我想升學 我想升去一個Media Related 的Top Up Degree課程 都可以考慮我們的 我可以share screen 對 OK 我想大家都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課程的簡介 我們的program名叫做 Media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媒體及社會傳播 我們是一個比較新的課程 就是Honors Degree的課程 所以大家畢業的時候 會有榮譽學位的那個要求 所以大家去到Final Year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Final Year Project 或Honors Project 要去做的 簡單講解 我們的program 其實就是一個Top Up Degree課程 兩年時間的 offer by 浸會大學 所以大家去到畢業的時候 這張書就寫會浸會大學畢業的 這個是課程背景 其實這個課程做什麼呢 這個課程簡單來說 它就分了兩個部分 因為今時今日我們見到 就是社交媒體的興起 數碼媒體的興起 所以我們見到的就是 現在新一代出來的媒體人 他要同時兼具一個practical的 真正懂得下手去處理去做 一些媒體製作的能力 同時他們也都要去了解社會的情況 了解社會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crossover才會可以令到 大家在新媒體時代裡面 能夠flourish 能夠在事業上發展和成功 所以我們的課程簡單來說 就是分了兩部分 就正如我們的名字所說 我們有一部分是關於媒體技能的 media and the other part 就是關於社會的 是一個社會關注 和了解社會事情的一個組合 所以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讓我們進來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hands on的機會 去做一些實體的媒體鍛鍊的 那包括什麼呢? 包括可以拍片 包括有攝影 包括有website 或者做一些mobile media的設計 我們叫做creative innovation 要將一些innovation 創造出來 就是apply在社會處境之中 包括如果你想讀一些公關的 或者是social media marketing的 我們都會有相關訓練 也都有一些廣播 或者你想做記者的 也都有一些writing 和journalistic practices 新聞的做法 的training給大家 所以基本上大家來到的時候 就會掌握一個多媒體的技能 這個是我們第一半 就是頭一半的課程的部分 而另一半的課程部分呢 就是關於社會的關注 那因為今時今日其實 很多很多不同的社會議題 最基本的 例如說這幾年的時候 我們遇到COVID 所以health issues 是非常重要的 OK 那我們有health communication 那就會給大家 如果我們要將一些 健康相關的資訊 要怎麼做呢? 那我們有另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續發展 那也都在這幾個 近年呢 無論是社會上面 也都是商界那方面 都有很多的資源去投放 去做一個可持續發展計劃的 那有很多包括 例如關於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社會企業責任 推動環保 或者推動各種新的 去關懷的社會 關懷的地球 那所以其實這些是我們 需要去了解的 那也都有其他 例如說一些政治傳播 以及關於輿論和民意的 或者一些全球化的studies 那所以其實有一半 就是媒體技能 然後我們要了解 怎樣將這些媒體技能 應用在不同的社會處境之中 所以這個的組合 就是我們program的核心 那我們program做到些什麼呢? 其實大家很容易就可以 scan scan QR code 或者就可以去回我們MSC 浸大社群 你在google search可以 或者在facebook 都可以找到我們的 那上面有一些 我們過去同學 所做過的一些projects 那你見到他們在讀書時間 他們已經可以做到拍片 做到一些新聞採訪 做一些多媒體製作 攝影等等 各方面的訓練 你可以見到 那其實他們做出來的事 都不失禮的 那所以也都可以給大家 有一個基礎的媒體訓練 令到大家可以將來 在媒體行業上 入行是通常沒有問題的 是可以找到不同的媒體行業去做 特別是今時今日 在社交媒體這麼盛行的時候 其實我們同學是非常非常吃香的 那之後都會和大家分享 那個career prospect 將來的發展會是怎樣的 那也都可以 這個KR code 或者可以網站 或者可以去YouTube Channel 或者Facebook 都會見到 我們同學的一些作品 可以看看 原來讀書的時候 已經可以製作到 這些不同的內容 可以去做到相關的事情 所以透過這個訓練之後 出來做些什麼呢 我們其實有非常非常之多的同學 是會走出去做網際媒體的 網際媒體包括什麼呢 例如社交媒體的頻道 包括有些是他們做小編 包括有些是做媒體製作的 也有些是做記者 有電視台 例如ViuTV做 例如TVV做 CableTV 即是不同的電視台 都會有同學去做的 那PR agency 一些上級的PR agency 都會請我們的同學 特別是 例如社交媒體的PR 那方面我們是特別強的 另外就是 有些in-house的market communication 不同的公司企業 他們內部 要保持著 他們的社交媒體 都要做content 都要了解怎樣 engage 跟他們的受眾 去到溝通聯絡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可以 帶來的行業 也有部份同學會去做NGO 因為他們對社會了解 而NGO也有很多倡議和宣傳的工作 需要用到媒體 所以同學畢業出來之後 大部份都可以去到媒體相關的行業 然後做他們有興趣和喜歡的事情 那這些就是我們其中的例子 你看到這些 就是同學去到一些社交媒體 或者一些新媒體平台那邊工作 你看到無機電視 飲食男女 適當真 我又和她適當真 米子 timeable 如初類推 這些不同的媒體平台 online的媒體 我們都有同學畢業的時候 去那裡做的 例如說大家看到Karen 就是price.com的一個主播 也都是她會寫完稿的 你會看到她現在是挺出名的 其中一個我們的師姐 所以看到online媒體 其實是很多我們同學畢業的時候 的一個工作出路 其次 也看到電視台 或者是電台 左上角 大家可以看到阿琪 阿琪就是在RTHK做的 八點半特工 她做一些關於香港不同的社會議題 例如有些是關於香港的一些農業的東西 一些醫療的東西 一些生活化的短片 她去做主持寫稿 拍攝等等 也有同學會去做電影 或者做MV 或者做production house 例如說 看到中間電影的分享會Q&A那裡 就是阿琪 是我們的畢業生 她之前是假務女團的副導演 也都是這個雲游記 張敬軒MV的副導演 她自己的作品 在右下角看到周梓君 周梓君是BiuTV近來IT9有演出 周梓君就是feature在她的作品之中 她的作品就入了先浪潮的finalist之一 她現在都很活躍 好像現在又入了電影 在開一套新的feature film 90分鐘至120分鐘那些長的電影 她是導演組那邊去發展的 也有部份的同學出來做一個電影攝影 就是做MV或者背後的攝影師 Behind the scene 都很出名的 就叫做阿姨 可能有部份同學如果是喜歡媒體 或者喜歡菲林攝影 或者留意相關都會認識她 她和很多明星合作 詠儀 杜小喬 近來是Dorarty Lau Meshul要去 林明晶 一些廣告攝影 她都有去做的 也有些回到電視台 TV cable 開電視 Now TV Vue TV 等等 《全民造星》的剪接師 其中一個都是我們畢業生 所以你看到出路都是很媒體的 當然在兩年之中你學那麼多東西 你未必是非常專精於某件事的 但是是會足夠你去入行 然後在這個行業之中 就持續去到鍛鍊 而同時你有社會的角度 還有一個闊度 你可以持續在裡面發展得比較遠 比較多 那新聞 也有去不同的新聞媒體 雖然現在新聞比較難做 但是也有很多的同學是很努力 繼續堅守這個新聞的崗位 另外就是PR PR和活動 也是有很多同學進去做的 一個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因為Market Communications 現在都不只是純粹PR 或者純粹廣告 很多時候都要 cross-platform 例如好像Orgathy說的 360的Marketing 要包括各種各樣不同的元素 例如Health and Lifestyle 所以如果你能夠了解到 不單純是媒體的東西 也都可以了解到社會的情況 其實是會有助於你 去到一個非常有機的 非常多變的媒體和社會環境之中 去到做到你的崗位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同學的出路了 還有些同學他們會繼續讀書的 所以我們的程式其實都很被學界認可的 我們很多同學會去 例如去BU做Master Program 或者有些去Kong U 中大或者Poly等等 不同的地方去到再繼續升學 那就是前天 那我就帶了一個同學 本身是在東京表演的 那他們現在變成一個Zoom Conference 那就是一個國際學術會議 那就是我們去表演 那就是同學在讀書的時候的作品 那他的研究結果 那所以見到其實我們同學是很嚴重的 那我們的程式在學術上面 也有一定的能力 那其實你都比較少見到 在學試課程期間 我們已經可以令到同學的作品 和他們的研究呢 是可以在國際的學術會裡面 和其他大學裡面的教授老師們 一起去表演他們的研究 而是不失禮的 那我們前天就已經是一個東京的 那我們再之前又去葡萄牙 或者是Kyoto 即是京都等等 不同地方去做他們的 就是學術的表演 那所以大家如果有心想再繼續讀下去呢 其實我們的學術能力呢 也都是一點都不差的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 哇兩年時間 同學可以做得這麼好呢 那當然呢 就有我們很好的老師 那過去呢 就是這班老師去幫他們忙的 那接下來我們希望 都可以繼續維持他們 或者繼續幫他們忙 那例如說呢 剛剛那年呢 我們就請到Steve Law 即是大家有見過這個 即是2月29 或者是9... 9... 20... 940、920 OK 的導演 OK 就去幫我們教製造 所以其實你進來的時候 你已經可以接觸到行內的一些 即是真是practice 真是在做的 他會去教你怎樣去做製作 OK 那除了他之外 那當然是新聞方面 我們有Hilder Ho 那他是Now TV 之前是首席記者 現在再升級了 那他會去教大家 怎樣去做新聞採訪製作 那所以你見到他們是一些 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的專業的老師 會去到 帶給大家不同的知識和技能的訓練 那也都有 Elson Lee 那Elson Lee是獲獎無數 李澤童是獲獎無數的攝影師 那在香港01的時候 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攝影作品 是得獲無數 那由他去教大家 photography OK 新聞攝影 Digital Photography 數碼攝影的訓練 那由他去到教大家 那還有孟墳旭老師 那孟墳旭老師 是RTHK的DJ 那由他教大家 怎樣去做廣播 那他也會經常帶很多不同的嘉賓 跟大家分享 例如說之前 吳家朗等等 那他會有很多 sharing session 就和大家分享 學內的經歷 和怎樣去做一個好的DJ 那還有Frank Fung 那Frank Fung在Social Media Marketing上面 行得非常非常前的一個practitioner 那他也很專業的 那他之前在很多很多不同的大的廣告 和PR公司裏面做Digital Marketing 包括例如說WebHand Week 包括例如說Occography 等等 那他就會教大家Social Media Marketing 那所以我們全部都是找行裡 新是practicing的 以及一些精英 去給大家一些相關的訓練 那所以大家出來的時候 其實你們所遇到的上司 甚至老闆 就會其實是這些人 那所以其實都是很好的機會 讓大家準備好 可以加入這個行業 成為一個精英的媒體人 那所以最後就跟大家說 如果你有興趣 就真的可以考慮這個program 那我們希望同學來讀的時候 是比較open-minded的 因為我都知道很多同學 未必很肯定清晰自己將來想怎樣 那這個課程可以讓大家試到不同的東西 然後可以慢慢尋找這個興趣 但我都希望同學可以打開心飛的 去到接觸多些 去到聽多些不同的 就是老師等等的意見 去到explore多些不同的可能性 那所以也都鼓勵大家 如果你真是想逐媒體的 而可能UGC有報過 或者行不行 whatever 你覺得我想加入這個新媒體的圈子 這個program 是可以給大家考慮的 那也都希望大家可以珍惜 大學這兩年的時間 去到試多些做多些 給大家一個開放的機會 就因為你出去工作的時候 可能就會比較專精的了 那如果是CIA的同學 我們會特別喜歡的 因為其實CIA的同學 他們可以比較少一些補科 那外校的同學都可以的 但是補科 補科的時候就要注意 可以伸展部分的一些GE科 那會令到大家的work load 會輕鬆一些 那最後就是希望大家 如果要報名的時候 可以早一些 因為我們的學位是有限的 還有我們是不會等到所有的報名程序 過了我們才提供出來的 那我們基本上就會收到提供 我們盡量就會快些給大家 讓大家可以比較知道自己有那個著落 那所以大家可以看這些不同的資訊 那如果有不足的時候 可以探紙到QL code 或者可以去回相關的平台 去報名 那期待9月的時候可以見到大家 多謝大家 我們交個時間給Pierre 有另一個專頁的指引 跟我們去分享一下 謝謝Alex Hello 是不是我可以緊接的了 Hello Hello 我們接下來就會去新媒體 及影視創意寫作文學士 可能要請Alex 先停止了分享 好 Pierre交給你 謝謝 歡迎大家來到 新媒體及影視創意寫作文學士的 Briefing section 我是 program director 林振宇 我本身都是一個多媒體的 寫作人 如果現在都身處在這個 section 聽著這個 Briefing 的話 我想問一下同學 或者身處這個 section 的朋友 例如你 你 喜不喜歡寫作呢 你也都喜不喜歡故事創作呢 而你也都有沒有想過透過故事的創作去改變世界呢 如果以上這三個問題 你都感興趣 甚至乎是肯定的話 我想這個課程呢 你就會覺得有趣 首先呢 我就想給大家看一條短片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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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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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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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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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兩年內我們會重點教導學生三件重點 大家看到紅色的三個部分 包括創意寫作及編劇的培訓 我們很著重同學故事創作 即是寫作的能力和故事創作的能力 在這方面我們會有很實踐的編劇的不同課程 去跟同學做一個培訓 在這個編劇的課程中 我們當然也很重視 大家看到右手邊第二段看到 視覺傳遞語以及互動的技巧 因為我們所謂編劇講故事的技能 並不是我們寫了一些東西 不是寫散文寫了一些東西給自己看 或者寫了一些自傳日記給自己看 不是 我們很著重的是跟受眾的溝通 受眾即是廣大的觀眾 這個很重要 所以這種所謂互動的技巧和傳遞語意的技巧方式是很重要 也是所謂專業故事創作或者專業編劇必須掌握的技巧 我們能夠掌握到這些技巧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都能夠很順利地應付到一些跨媒體的工作 包括如果你都對電影工業、電視工業又或者新媒體的行業 都有一些夢想或者想像的話 我想就會很幫助你在這幾方面工作 好了 這裡大家會看到我們主修課程的一些科目 當然這裡有很多科目 一時間未必看得完 但是你會留意到我們有很多workshop形式的課程 那麼這些全部workshop的形式 你都輕輕都會看到 會包括一些TV writing或者script writing 那麼這些全部都是我們重點去發展 就是去建立 同學在電視、電影很重要的創作 真的創作 文字創作的能力 OK 那麼另外我們也有很多選修科 而這些選修科其實是幫大家鞏固 除了在故事創作、編劇創作 或者故事創作、創意寫作的基礎下 我們也不斷給大家很多能力 就是豐富大家的能力 包括一些製作的能力 電影製作、電視製作 還有一些新媒體包括 手機應用程式 我們又如何處理等等 當然我們也包括最新的 一些VR、AR 甚至一些game narrative 即是遊戲、手遊 究竟又是怎樣玩的呢 即是玩不是怎樣打遊戲 而是怎樣創作的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需要的背後都是 有一班人去設計好一個序事 那序事是怎樣來的呢 其實就是故事創作 這些也是除了我們本科 可以選擇的一些選修科之外 另外一些課程 例如剛才如果大家一直都在的話 包括ICM、MSC 他們提供的一些選修課程 我們都可以共修的一齊 好了 那校友、不職業的同學 最近這套劇就非常之受歡迎 IT9 幾個月前的 在ViuTV的一套電視劇 引起社會很廣泛的話題 那這一套劇的編審 不是編劇 編審就是看著整個劇本 一班編劇一起創作的編審 其實就是 李卓鋒 其實就是來自我們2016年的畢業生 那他其實本人也是 都是畢業之後 都是製作了很多短片 劇本創作 那他這個project IT9 也都在社會上 得到很大的迴響 那另一方面 就是我們畢業的同學 除了在寫作以外 正如我剛才所說 就是 對於製作上 他們都很有興趣 而且也很掌握 那也是 幾年前一部 很受歡迎的電影 《幻愛》 甚至乎這部電影 是 香港電影票房的一個小奇蹟店 其實當時很賣座 大家都沒有想過一部文藝愛情片 可以這麼賣座在香港 那這部電影的副導演 其實曾國鏗 其實也是來自我們BCW的畢業生 他畢業之後 也都在電影工業 參與過不同的製作 那這部電影就很成功 就是 《幻愛》 另一方面 其實是更加多我們的同學 或者 反過來 不是我們的同學 不醉不知後才做 而是反過來 很多在新媒體裡面 很喜歡製作一些短片 甚至乎自己已經有一個頻道 甚至乎有很多訂閱的朋友 一些同學 其實都很喜歡報我們這個課程 去增進他們新媒體製作的知識 特別是序市 剛才我講過 那大家現在看到這兩位 都可以說都是我們課程 做了明星的 其實 做了明星 那一個就是 麗英 做了歌星 哈哈 他做歌星之前 也是一個網絡碰人 小薯茄 製作了很多短片 另一位就是 Corton 右手邊的陳君正 他本身也有一個頻道 很多訂閱 短片是多到不得了 他現在也就著他的網絡 也有一個公司 他們也在不同程度 其實都經常聯絡我們課程 聘請我們畢業的學生 幫忙做剪片 或者製作等等 等等 好了 在我們這裏學習 究竟會有些什麼學習生活呢 這個很重要的 我自己覺得 我們每一年都會 為我們的畢業學生 去籌備一個 我們叫graduation show 畢業作品展 我們畢業作品展 已經舉辦了幾年了 就會在九龍塘本部 市藝大樓的顧明坤展覽廳 大家看到其實就是同學 準備的畢業作品展 將他們的創作 劇本創作 成為一個裝置藝術 去展覽出來 而且那天就 在開展 開展 聘請了很多電影學院的老師 和導演 製片等等 一起搞了一個show 很開心 這個就是畢業作品展 同學就在 顧明坤展覽廳 做了很多 很有水準的裝置藝術 其實這個很好玩 另一方面 這個畢業作品展 也是我們每年重點 為同學 出來社會之前的一件事情 與此同時 我們也會為同學的創作 特別是電影的創作 去出版一本書 這本書叫畢業劇本集 每年都會出的 裡面就會收集同學的劇本創作 有什麼用呢? 這本書我們會 送給香港很多電影工業 電影公司 或者電視台 監製導演編劇 送給他們 希望可以把同學 他們的創作 提案 希望可以吸引到業界的人士 就 跟他們談談 看看有沒有機會 第一天拍成電影 這是很重要的步驟 另一方面 由於我們的課程 在社會上 特別是業界 都很認識 幾年前 明報 適逢他們六十週年報慶 他們就嘗試去接觸我們 問我們有沒有興趣 跟他們一起合作 去為他們的報紙 拍攝一部六十週年報慶的紀錄片 當時我就一口答應 一個這麼重要的時刻 當時我本人 就帶領了十多位 畢業班的同學 為明報去製作一套紀錄片 當時就長達四個星期的計劃參與 包括大家看到的圖片 帶同學去報館 參觀 訪問 拍攝 等等 整個過程 同學 很受惠 當然 整個項目 也都是在明報 六十週年 他們的報慶 有一個很大的勝會 在這個勝會裏面 亦都播映了我們這條短片 當時就業界 傳媒很多朋友 掌聲雷動 哈哈哈哈 好了 除了這些 對外的一些合作之外 我們都會有一些攝影器材工作方 我們會找一些電影的攝影指導 去進一步 教同學對於一些器材的認識 另一方面 我們都會找一些社會上很著名的編劇 因為我們學習寫作 例如莊梅岩 莊梅岩是舞台劇界的升級編劇 我們曾經找過他們來和我們談創作 當然談創作的同時 也會談談如何入行 做一個專業全職編劇的生涯 等等 另一方面 我們也會很經常和很多校友 有很多聯繫 我們很多校友都去了電視台工作 TVB或者VTV 香港主要的兩大電視台 TVB和VTV 會找一些校友回來和我們聊天 分享一下工作 點滴入行 創作 寫作 他們全部做背後 編劇 他們做編劇 寫作 有些活動 另一方面我們也很重視新媒體 其實 大家都知道這些互動體驗 AR、VR 甚至乎手遊、手機 這個是一個世界的大趨勢 在背後作為一個 這些互動體驗 背後的聚事模式是怎樣呢 我們特別重視 我們也請了業界的一些精英 跟我們分享這些經驗 另外 希望在社會還是正常的時候 疫情 我們也會有學術州 學術州 我們也很重視 跟同學一起出去 去參觀香港的一些博物館 電影資料館等等的活動 大家看到這個 就是在中環大館當時 跟同學一起去參觀 大館方面也有同時 去帶領我們同學去做一個導覽 除此之外 我們也很重視同學去參與本地 很多藝術團體的組織的活動 這些大家都看到 藝學 當時參觀他們的工作室、書店等等 聽一下一些藝術家 他們怎樣去對於藝術的看法 和營運他們這些工作室 或者書店的過程是怎樣的 好了 很重視 很多同學也會很關心 所謂Summer Internship 就是我們那個Internship的狀況 最近 特別是這個暑假 由於疫情又會緩和一點 多了很多相關的電影製作公司 或者電視台都聯絡我們 問我們有沒有同學 有興趣去做一個實習 書期實習 或者短期的工作 譬如剛剛成功配對到的組織 的partner 包括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 剛剛上星期 請了我們一個同學 去幫忙搞香港電影金像獎的頒獎禮 頒獎禮 頒獎禮就是7月舉行 請了 另一方面就是MM2 近年香港相當紅的電影製作公司 他們最近也有一些電影開拍 導演組 希望找一些助理的同學可以幫忙 也請了我們一個同學去幫忙 現在正在做 正在做一部電影 叫做7月翻歸 正在製作幫忙 另外兩個電視台的綜藝節目組 搶人搶得很厲害 包括ViuTV和TVB 綜藝節目 要很多人 也聯絡我們同學 應該說聯絡我們課程 看看有沒有同學有興趣 在綜藝節目幫忙 另外包括其他香港的電影製作公司 同學會有什麼獎項 我們課程每一年都會頒發三大獎 鼓勵同學 三大最佳劇本獎 包括金銀童獎 同學如果喜歡寫劇本的話 這三個獎對他們來說是很大的鼓勵 好了 那我今天的短片就來到這裏 不知道有沒有同學 或者參加者、朋友 有興趣 有些問題問一下 好 麻煩你了 好 麻煩你了 同學可以踴躍發問 如果有東西 難得有機會可以問一下 好 可以在trap room找 如果沒有都沒有問題的 我們也可以去找我們國際學院 或者是各個program的聯絡 那個email也好 電話也好 也可以再問其他問題的 好 那在結束之前 很多謝 很多謝各位講者 首先又多謝各位參與這個講座的朋友 我們接下來還有另外一場 關於應用科學學部 和社會科學學部的 一些自知學士學位課程的 如果有興趣可以繼續留下 再聽另一場的講座 如果沒有我們今天這個環節 關於傳理學部的所有自知學士學位課程 就圓滿結束了 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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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